朋友们好 我也是今天刚完成了四个小时的陪病人看病的工作 那么今天我非常有感触 我今天所服务的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77岁的一个早期的欧洲移民 他等于是他去Ridge Meadow Hospital去做一个MRI 是因为上个星期的时候 他儿子发现他有点confused 头痛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 那么他等了这么长时间 又通过一系列检查 要等待今天那就已经说 我陪他去做的那个MRI核磁共振 来make decision 医生来看一看这片子 是否他真正需要在继续在Hospital里面待 或者是他回家等待更深一部分的治疗和分析 那么今天呢主要的我任务呢就陪他去看这个MRI 那么整个过程中呢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自己穿着比较得体 言情和举止呢跟其他的病人完全不一样 他是住在一个semi就是两个人就是semi private这么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屋子里面 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就一一装整洁的就在那里等着 手里还拿着一个他的denture 他就夹牙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因为他知道肯定是医生跟他说过了 就是在我们进入那个machine的时候呢 那一些medal的东西implant的东西包括眼睛做tack cataract 或者有什么碎片曾经进入眼睛里面这些记录都要问他 因为任何medal到了核磕空振的那个机器里面都会有反应都会hurt 都会让他有折热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们医院一定要在你去做核磕空振的时候 所问到你有没有假牙medal的东西 还有implant的东西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pacemaker啊 完了身上有没有放的一些patch 因为相当于这个药剂的作用 那么散发每22个小时一次的上面 因为有一些小的那些medal的那个sticker的东西 所以呢 叫make sure就是整个这个 你身体里头不能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 不可以有金属的东西在你的 你要检查那个部位 他呢就是把自己收拾的很利落 完了头发curly的 满带阳光的 就是自己很开心的那样的 完了他就跟我说 我也介绍了一下 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做这个检测 那么他很happy 在一路上呢 我就问他你以前做什么工作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一直做了30年的教育工作 在高中里面给孩子做counseling 而最早呢 他是做英语老师的 那我当时我就说 哟我真特别羡慕 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读书特别少 虽然移民到加拿大来呢 我们都是通过雅思考试的 但是也很长时间不动书本了 就说我自己 给我自己committment 说我一年要接上几本书 但是翻了几页 我基本上也就没读下去 马上就到了到期以后就又还了 我就说我特别的愿意跟就是有学识的这种 尤其是老师 因为他说话特别有哲理 而且很有也很有很patient 就是我说话有时候快一点的时候 他就是停下来听我说话 这个品质呢 我们我特别的precious 特别感谢 因为我相信他做counseling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倾听 因为只有听清楚了 少说在那里想 就是高级的人呢 他经历过很多experience 有很多的教育的时候 有很高层次教育的时候 他是愿意听别人来说话 很少自己来插话的 这样才能听到别人对方把纾解自己的心情 因为对方只要是说出90% 那他基本上心里的各种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了 所以他是有这方面素质的 那么我就跟他聊天 他这个人就表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而且愿意接受比较新鲜事物 他跟我说他都77岁了 他说他开了一辆全电车 不是特斯拉那种 是另一种型号 他就跟我说他可以开着那个车 和他的几个密友吧 他说都认识30年了 从孩子们小的时候 看孩子的时候认识的一些妈妈们 现在就成为很好的这个闺蜜 他说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 叫Yellow Point Lounge这么一个地方 他说那个是个resort 就在Ninaimo那个地方 我也是前些日子才从那个岛上回来 他跟我说那个地方 非常好 我们一些爷爷来做妈妈的 成了好朋友的一些 这group woman就去那里面 完了去玩耍啊 去看风景啊 去买东西购物啊 就在那里面玩 他就把这个地方介绍给我了 我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以前其实也 这个地点呢 这个地点呢原来跟我们去年 去度假的时候那 Korlikum呢离得非常近 而且是离这个Horset Bay 这个Ferry也很近的一个resort 他不用你费太多心机去找地址 那么他就在海边上了 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把最好东西呈现给你了 也很开心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完了我也很感激他 我说我认识你真是很高兴 完了他说也是啊 因为我尽量都要positive一点 我说我觉得你真是很positive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我的牙齿的chain这个地方长了 原来很小的时候一个智齿留在那里没长大 我吓了我一跳 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智齿啊 我说智齿都是高中的时候要拔了嘛 他说那个牙齿放在他的chain底下 好像沉睡什么时候wake up 他说这种现象 他跟我说了个名词 我现在给忘了很长 他说这个东西要是长在身体里头 你不给它拿掉会 半边脸会准得很大 你一定要做上surgery 那么他的surgery是很大的一个surgery 是把前面下面下膛上的六牙齿 全部要拔掉 而且用了一个假牙来代替 他现在他说我当时 做完这个手术的时候 我差不多就要在医院里住院 是挺大的一个手术 但是这个手术完了以后 这个单铁都跟他说 他不能保证他以后 那个牙那个地方可能还要长出来 哎呀我觉得这是多大一个trauma 但是他呢好像从头到尾都很镇定 微笑着跟我说的 我从正面上看 你从表面上看 他五官都很精致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他当他说要把那个牙齿拿出来交给我 因为他要进MRI 因为牙齿上有铁托嘛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来历 我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这是多大的一个trauma 我说我自己去牙医诊所 我就cleaning一下 我就有一个cavity 有一个虫牙 他要给我打针的 我都觉得我嘴巴 种的像猪嘴一样 我都感觉到那是很大的一个不幸 我的三四个小时以后才允许被吃饭 那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手术 等于把那个部分plate 底下那个plate硬的部分全部给剪掉了 然后用了一个假牙来代替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trauma 我都难以忍受 我听着我就 我都全身直起鸡皮疙瘩 我即使我在医院里都做 听他这么镇定的时候 我还是头一次 然后回来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我过两年还要做一个 keep replacement 我就说一定要做吗 我说你不能通过吃calting锻炼 来做到来补充这一点 他说不行 他说是我的那个金剑这个老化了 一定要做 否则我以后会很大的trouble 如果我要摔了 我的骨头会碎在里面呢 我就是难以置信 我就跟他说一句 我真正都不能getting old 他说是是是 他说不能老 但是我已经老了 怎么办 我就接受我的老吧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太镇定了 能够很自然地接受 这个life throw给他的任何事情 他的心态 真是让我们一般人 就是正常人 就是难以达到的那种 positive的境界 后来我说很感性 我说很多东西 我特开心 我跟他拥抱了一下 然后他说是 他说咱们两个都特别好 说的还特别投机 所以就是positive和positive 就是attractive 我当时我还觉得挺自豪的 我也觉得我经常是那种positive 能够鼓舞别人 就在别人有hard time的时候 但是我不总是这样 人总是有高高低低的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也可能他读的书比较多 他跟我说了 他说读书呢 就是用读书的时候呢 就是用另一种思维的方式 来看待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读书 就是跟一些高尚情操的人 的一些深度谈话 同时你自己也会变得高尚起来 回去读读书了 我最近才接了一点叫 当下的力量 也就是the power of now 我原来怎么说呢 就对未来的事情 考虑的特别多 nervous 很多东西 vorry 或者是提前的 开始就是为以后的事情 开始盘算 或者对以前的事情 也懒疑去回忆 其实人的真是 要珍惜当下的时候 以前就是回忆 岁数大了 愿意回忆以前的事情 特别proud我做了什么 给别人提了什么借鉴 那么对以后的事情 大家就特别也爱 想过多 这样的话呢 就失去了 对当下 你的生活的一种 一种享受 所以昨天这本书上写 说你如果要说 不珍惜当下 其实等于是不珍惜生命 我觉得这个话 对我触动特别大 后来我就是开始想 说现在都是 我很健康 我思绪有特别的正常 这个时候 你真的不要考虑 太多的情况 就是什么东西 发生 出现 变换在以后 你就对现在 你所最感兴趣的 一个问题 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想清楚了 你就go for it enjoy 你现在的生活吧 我 вер integrity 你又对话 我跟他一种 你不能看 我跟他一种